有请下一位选手 吴亚军 女余49岁河北人 高中学历 大家好 我叫吴亚军 来自河北宴郊 今年49岁 曾经从事过20多年业务 我的性格比较开朗 然后今天来到非尼莫首的平台 见到各位老板和兔类老师 感到特别荣幸 也特别激动 今天想在非尼莫首的舞台上 寻找一份销售 积极营销 还有各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这年纪出来找工作不容易 感觉还没有那么尴尬吧 在这个年龄出来找工作不是很正常吗 我感觉我还有一颗年轻的心 是吗 哪年轻啊 感觉心态上嘛 还想着90后 80后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一种不取不脑的精神 愿意赶于突破自己 您是在国营单位做 对 您的三份工作当中第一份工作是老师 对 第二份工作是在发电机场 对 第三份工作是在北京 粮库销售的工作 做的这个方向比较杂啊 嗯 对 你是哪一年来的北京 嗯 08年 为什么想来北京 当时店长啊就07年宣布破产后等于失业了 我是利益带一个孩子 是感情不和 嗯 当初结婚的时候啊也就是没什么感情 那干嘛要结 年龄大了 这个就是你毕业的时候 像我们那个年龄20多岁 没找对象呢 很少 家长嘛就感觉到在村里边 农村呢 感觉到这个姑娘大了 早起结婚 所以说就可能别人就是介绍 意思就是说凑合呗 有点那样的想法吧 那孩子跟谁呢 孩子我就带着孩子 精神出户了 孩子的学费是你供吗 对全部 他一分非常非常没付过 那你还是很勇敢 嗯 也是自己想说是这女人嘛 谁也不想要强 但是都是逼出来的 08年您37岁 创北京 当初来的艰辛也是 没法想象 最刚开始来的时候吧 就在那迷厂 它是一个迷厂的经销商 然后就帮他跑北京市场 就是北京的各个 粮友批发市场 就是天天坐公司 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每天就是插好公交线路 跑每个市场先了解客户 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然后再去把自己的产品 把优势各方面 给客户介绍待会 然后让他接受自己的产品 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了 这一来就12年了 今年12年 孩子也长大了 对 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你可以啊 你49啊 对 你还没有真正体验过爱琴的滋味 应该说没有过错量吧 我这么说对吧 可以这样说 但是在工作上 其实你做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认为在事业上你已经体验了一把 自己还感到不满足 女儿都在河北都大学了 你还想在北京干 对 我们现在在燕郊定局了 已经 燕郊 对 河北燕郊 买房了 买了 行啊大姐 你这么多年怎么没再找呢 没有遇到有演员的吧 你有什么要求吗 可能我还 心里还做着一颗少女心 还比较理想化的 像现实中不一定存在 你说吧 你要个什么样的 那我就今天斗胆说一下 这什么斗胆 每个人爱情的自由吗 还想着找一个给自己 自动道合的吧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你兴趣爱好是啥 退休之后吧 就是自己的日志 想的就是 也不想着跟着孩子 然后就是一边旅行 一边写自己的 就是你想找一个 自动合的人 也就是跟你一样热爱生活 对 享受生活 对 不那么死板 不那么束缚 对对对 对外表有要求吗 外表没有太多的要求 比你小的吧 你喜欢比你小的吧 我喜欢比较成熟的 能照顾我的 那六七十的 您能接受吗 这个他并接受不了 你看你看 是不是 那也不能说 比我小的是只在四十九中岁以下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事啊 大姐现在接下来的生活安排 她是有使不完的劲儿 她也没有负担了 她也四十九了 而且你看她这个胳膊腿啊 对吧 我感觉还是非常的强健 我还挺期待的 对不对 我觉得她如果做一个基础销售 而且她有笨头 是可以给她这个机会 会会会给 会留 试一下卖 卖个啥 我们看看行不行 她是会卖 李平的那个 翠森森薯条 跟娘有也相关嘛 来来来 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今天我们这有一款稻米油 和其他大豆油了 还有那个花生油了 她说含的微量元素不一样 它是有机的 就属于绿色的 一款绿色的石龙油 其实我们做我们这款产品 它用的油是有特殊的要求的 它是用棕榈油 只能用这个 稻米油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 不行了吧 不灵光了吧 新的那款 那个你推一下 新的那款综绿油 已经出来了 咱们上市了 现在我们这也有一款 新的综绿油 看您能不能使用一下 那当然可以来试了 那我把检验报告和 它那个价位什么表 全部发个图票给你 你先看一下 就差不多可以了 对我觉得可以 我来说一下我的感受 2B来讲 我觉得还是不够及格的 一个分手 我开始挺想要的 现在我依然是给机会 因为我先说一个亮点 就是在花姐 给了一个新的 一个内容之后 她能够非常迅速地 就是改到这个点 然后迅速地 就是把它吸收进来 并且说 我这个反应速度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 我们可能肯定会担心 你的年龄和你的反应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是加分的 你以前是卖什么 卖个就是 北京粮友批发市场的批发客户 他们在批发到 你是工对工吧 对 也最后做的全是工对工的 是不是 对 也就是说都是关系户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销售的实际行为 其实挺少的 都是有惯性 不务心的了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像这样 单枪匹马的 就拓宽市场 去找客户的 你是没干过的 没有 其实 我大姐到了这个年纪 还有勇气来求职 我觉得是点赞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之前录节目 谈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销售 看似都是销售 但是由于载体不同 类别不同 行业不同 导致你去面对的 那个销售的范围 包括你的能力才华 都难以施展 反正我听完你的沟通以后 尤其是刚才 跟群姐的这个对话之后 我在想 可不可以做一些 行政啊 后勤 克服相关的工作 就是有人过来之后 你面对面的跟他讲 而不是那种强销售的 超强话术 超强谈判能力的工作 这是我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 您是不是从我这个思路 跳转一下 不要一根筋的 还想着那个销售 因为现在就是厂商 这十几位企业家给到了销售 说实话都难 目前确实有一个 类似库管的岗位 但主要还是要 在Excel这一块 是比较急痛的 这一块您怎么样 你用过Excel吗 没 Excel 他没用 但是我依然觉得就是 我就提供给大姐一个机会的 因为就像刚才 人力专家说的 就是在这个年龄 然后还愿意来到职场上 而且愿意从基层做企业 我觉得作为企业 应该给他们机会 看看吧 看看大家有没有行政工作 或者是一些基础的销售工作 愿不愿让他尝试一下 您是要五千对吗 对 只要在北京 还是别的地方都可以 地狱不限 自由 不是 孩子也大了 对我说你自由嘛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盏灯 天生我有才 赶请大姐唱个歌吧 五音不全 没关系 真的我一点都没准备 你这么有热爱生活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 兴趣爱好呢 我感觉唱个来会 唱几句就可以了 没关系 来几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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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没有点业余爱 自己不自信嘛 感觉五音不全 好像是就跟着那个 开歌 然后唱我 原唱唱我 你觉得你活到49岁 活到现在 你觉得你的人生 觉得是活得值呢 还是活得亏呢 我感觉挺值的 人生的坎坷什么都经过 酸甜不辣都有 既然值 那么咱活到这一年纪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也自由了 也没负担了 咱就想吃点啥就吃点啥 想玩点啥就玩点啥 如果有好工作 咱就接着 对不对 来我们进入职场 情商课堂 公司最近想 新的绩效管理 目前有一个方案 用员工百分之百的工资 当作绩效 这种零底薪 靠绩效决定工资的方案 合不合理 能不能对员工产生激励作用 作为劳动法来说 是不合理的 他知道 作为劳动法来说 是不合理的 你不可能不给员工一点底薪 就比如说他这一个月 一点业绩没有 我就一分钱不拿 那所以您什么意思 不合理 但是 能产生激励作用 对对 确实能产生激励作用 确实能产生激励作用 您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这个问题 关键点是 你能不能够对员工 产生激励作用 我认为是 会有起副作用 当没有底薪的人 今天要迟到了 我不去 反正没有底薪 今天明天我不想去了 我就不去了 反倒没有约束力 但是你说你能产生激励作用 我反倒觉得大姐还蛮乐观的 你回答完这个问题 反而是让我 让你走入现在的职场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假如说像KPI这样的一些 都是我们经常讲的 那其实刚才小叶总的话 我觉得这个散心 首先我是表示尊重的 我很担心的呢 其实一个是说 你离职场的距离 就是这种 其实你对现在的 这种职场的距离 其实有一点点远 第二的话 其实我比较担心 您的学习的能力 其实您完全跟我们 目前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重合的 但是我们除了专业之外 我们会考虑一个人的 这个就举点 就是是不是足够喜欢小朋友 是不是足够喜欢运动 我想听您对过去运动的认知 我特别喜欢小朋友 但是对体育运动这方面 我不是太了解 OK 我明白了 因为我很遗憾现在告诉您 我不能给您留港 但是我愿意给您提供 兼职的机会试一下 因为的确是在 我们这个行业里头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觉得是稍微有点年龄的女性 其实在对家长进行销售的时候 是非常有亲和力和说服力的 但是我觉得您可能 还没有完全做好 回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 职场的准备 所以欢迎我们来多多交流吧 谢谢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后里 谢谢各位老师 大姐 咱们俩是同龄人 你们俩是同龄人 对 我七二年 四十九的 对啊 真的吗 还七一年的 对啊 我七二年的 我看到你今天全灭灯了 我有一点点悲凉 我想到了两个字 叫专业 就是你也吃过苦 但是你在这么多年吃苦摸巴昆打的同时 你没有在一个专业上去伸扎 这是今天我在想 是不是灭灯的原因 而且专业这个事情 你越做越深 越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你反而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身份 是往上升的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话 只是随波猪流的话 那么岁月就只是岁月 不会成为你专业度的一个 提升的一个辅助的标杆 人家带了一海子 闯北京十二年 人家还买了房 人家生存能力强着呢 你担心啥呢 潮汐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懂大姐 我跟她也是同年人 我七三年的 而且我第一年的工资 你是拿九十八块钱月薪是吧 对 我第一个也是一百零二块钱月薪 我觉得你有很多优势 你看 她第一次就很能获得人的信任感 对不对 对 第二她身上还有朝气 王总 你觉得她生存能力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留灯 你不留灯的理由是什么 生存没有问题的人 我都留灯吗 这什么逻辑 我就说她没有什么悲凉 她在外面生存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好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 她在我们这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不代表人家找不到工作 你生存悲凉 这是你太共情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潮汐 比如说超市的工作 它特别合适 对呀 对 说个言 没问题 对不对 你一个货呀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这没这岗位 确实我表现得不好 真是我整个一点没有表现出来 她的专业 偶尔就瞪神人生悲凉 人家是你哥 人家比你大一岁 你得叫哥你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比他还年轻呢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大姐 你如果是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只是糊口的话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人家才不糊口呢 人家比我们潇洒 对 我觉得大姐过得很好的 人家想要走就走的旅行 随时来 我觉得希哥 大姐真的是比你要潇洒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这个年龄 就我们的年龄 是要考虑孩子上学 孩子就业 这些种种种种种 但是大姐基本上 不用考虑任何的东西 你问大姐 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呀 没有后悔的事 我觉得你最后悔的 应该是凑合着结婚 但是也成就了我的今天 我感觉到挺值得的 行吧 你要这么说也行 我还是祝福您找到一个老伴 志同道合 情投意合 好吧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新一代的青年 多接触一点 过去的老传统 跟现在的不一样了 所以应该面对新的时间